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 感谢主今天我们又能够在一起分享 如今运动的经文与短诗 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上帝 感谢祢赐给了我们平安与健康 让我们今天又能够与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一起 来分享祢的话语 求主祢才派圣灵的同在 赐给了我们每一位聪明与智慧 让我们能够听得懂看得懂祢的话语 感谢主让我们把今天的祈求祷告 我们都奉靠了祢主耶稣得圣的名而求 阿们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的讲题是 聆听上帝的允许 是启自《沙摩记下》 我们先来读一段的经文 《沙摩记下》第七章 我们来看第六节 自从我零以色列人出埃及 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余 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 第九节 你无论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常与你同在 检除你的一切仇敌 我必使你的大名 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 第四六节 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 永远树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 直到永远 第二十二节 主耶和华 你本为大 在我们耳中听见 没有可比你的 除你以外 再无别神 第二十五节 你曾树立 你的名 以色列 做你的子民 直到永远 你耶和华 也做了他们的神 弟兄姐妹们 今天 你曾经向他人承诺过 和他人向你承诺过吗 接受他人承诺 比给他人承诺 更令人愉快 尽管我们那些承诺 不一定会实现 大为渴望为耶和华 建造殿余 然而 通过先知马丹 耶和华 传大了他的心意 首先 耶和华的基础 不受任何事物的限制 其次 上帝是全能的 所以 他不需要向人 要求为他建造殿余 然而 耶和华 看见了大为心里的渴望 就回应了他 并给他一个应许 即使要与他同在 检除他一切的仇地 使他的大名 耶和华也会赐给他 安静与平安 大为的后遗 也有机会 为耶和华的名 建造殿余 大为通过祷告 回应耶和华的应许 从中我们可以写到几件事 一 我们需要意识到 我们在耶和华的面前 是多么的渺小 虽然如此 我们也要意识到 上帝将他的恩典 赐给了我们 聆听上帝的应许 会唱我们 意识到 我们是谁 上帝是谁 以及我们在生活中 拥有上帝的恩典 是多么的有福 第二 我们要感谢 伟大的耶和华 愿意赐福 叛顾 保守我们 赐下应息的耶和华 同时也是 做出世纪行动 和动工的耶和华 耶和华 不会给西家的盼望 第三 我们的生活 要符合上帝的旨意 这样我们才能 在我们的生活中 经历耶和华的应许 我们要 甘愿顺服 以便我们 聆听的应许 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 成就 上帝 要赐给我们 他的恩典 但我们 必须伸出双手 来回应这恩典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敞开 心扉 在顺服中 行走 这样我们 才能与上帝的应许 和谐成长 如果我们 继续生活在 最终 我们就不会 经历上帝 应许的成就 愿意接受恩典 将使我们 谦卑自己 并将生活的 砖点 转向 他的旨意 当我们 学会 聆听 上帝的声音时 我们 就不会 四处奔波 寻求 他人的 建议 我们 所要做的 就是 安静下来 分辨 把上帝 对我们 说话的声音 当你听过 上帝的书面 话语 听到上帝的 应许时 您有何反应 您如何 听到和 经历过 耶和华的 应许 表达 感觉 聆听 他的应许 似乎会 鼓励 你继续生活 并在 他里面 被建造 我们 低头 祷告 亲爱的 耶稣 我们愿意 用我们的 生活经历 成就来 回应 这恩典 来 发挥 影响力 让更多人 认识你 回转向你 也求你 祝福 我们的一生 都有你的 祝福 与帮助 感谢主 祷告 是奉了 你的圣名 而求 阿们 弟兄 姐妹们 我们的神 是信誓的 我们怎样对神 神就怎样的 对待我们 我们下次见